少热岛效应让地球降温 就必须少制造一点垃圾 这个场景是出现在 大陆福建被誉为最美丽的 海岛之一的榆山岛 不过也因为游客如之 造成了垃圾很多 再加上一些些海上漂浮物等等 因此志工怎么做呢 此地志工 他们是响应政府白天净摊 而到了晚间 还入村宣导环保理念 在山间的小道中赶路 府顶慈祭人要前往一处人间绝境 这是榆山岛的海岸线 大量的垃圾漂流物 霸占了每一寸沙滩 全镇的村民包括不管南丽岛 大家都很认同这种做法 应该现在也是队伍越来越盘大 慈祭志工冒雨 响应当地政府的淨碳活动 晚间则在岛上的一个村落 宣导环保 保存于山岛的美丽记忆 志工披心待悦 不辞辛劳 只求尽一份心力 在新闻之下 美志工增见青江前锋凌成冰 福建报导 好